拜登现在是向特朗普学习的开模 特朗普时期最高征税25% 我们叫贸易战 但是特朗普的贸易战并没有打赢 按照美国比特森研究所所做的研究 他加上的高额关税92.3 是由美国的企业和美国的消费者承担 拜登说一套做一套太多了 不打压中国 不否定中国的社会制度 不阻止中国的发展 我觉得说的和做的完全是两码事 风马牛不相及 我觉得拜登反对拜登 所有的中国人都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我觉得美国政客 实际上在这个言行不一致这方面 他已经是这个世界级地球人都知道的一个常识了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 我觉得他还仍然会是说一套做一套 不管是对中国的经济问题 还是对中国的内政问题 还是对中国在科技创新上的突破 他仍然会说一套做一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最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